此前战狼二火爆上映时,就有很多消息称吴京的酒量非常好,在片中与人拼酒,对平和茅台,在答谢殿上也是二话不说举杯就干。 近日,又有个于谦早先组织的饭局上的视频被曝光,饭局上,吴京端着大碗好饮,喝到最后为正名一口没剩,还直接把碗道扣在头上,同桌吃饭的有于谦,马尾都,吴京,孙岳等人,几位好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,虽然涉及的领域有所不同,但是艺术无边界,几个人也都很了得来,设论饭看起来吃得非常开心,等到了喝酒碰杯的时候,其他人都是拿着玻璃杯, 吴京却是拿着大碗喝酒,分外好爽,一般来说端着碗喝东西很容易撒出来,吴京为了滴酒不漏,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,整个头都几乎埋进了碗里,喝完还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好酒量以及一口不剩,滴酒不漏的好酒品,最可爱的是,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真的一滴酒都没剩下,吴京还把大碗道扣,在了自己头上,这一举动把同桌的几位好友都看待了,吐在边上的相声演员孙岳, 看着他也是一脸欣佩,连连赞叹厉害,网友们看到这则视频后,也是纷纷表示,吴京这是真战狼,大碗喝酒十分豪爽,最后碗透在头上又有点反差萌,也是很可爱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